欢迎收看赛马娱乐新闻 多巴先生和张王 星期六就会在多哈出战卡塔尔一级赛 游奖禁标 今次是香港马首次出战卡塔尔 所以幕后团队都做足准备 张王的练马师韦达还亲身上阵粗马 看来志在必得 今次大家还可以在马背上见到个熟悉的身影 他就是沈娜了 大会早前亦都已经举行档位抽签仪式 多巴先生抽到八号档 而张王就抽到四档 完美了 我认为我跟阿尔伯特上聊天 我们希望三、四、五 所以我们就在马尔 他出现得很好的形状 他选择得很好的状态 他回到赛马娱乐 游触多巴先生和张王 在卡塔尔一级赛开得胜 见到两匹香港代表冲击海外赛事 真是燃起我心中的火 我是时候向高难度挑战了 小雅前辈 诚意邀请各下 明天下午到沙田马场 骑者练成切磋切磋 后背棋 究竟是谁向我下前输 斗蛋叫我做前辈 恐不懂礼貌 好 就是你Kylie 那作为主持也好 赛马节目也好 你竟然丰富我这么多 都称得上为师姐 叫你前辈也很合情合理 你的用字显词 极具挑衅性 好 我就接受你的挑战 说斗什么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 切磋的擂台 骑者练成了 这个全身活动区 位于沙田马场公众植入口隔离 设置了六款电子运动训练设施 考验参加者的平衡 反应 力量 速度 耐力 体验骑士的各项基础训练 那不要等 立即一跷高客 作为一个足球爱好者 我的身手也挺敏 不过我会让你的 前辈 轮身型 轮身高 想不想练习 我都处于劣勢 不过 我看你赢了多少 来啊 来啊 害怕你 七集 很快 我这么快就这么高 为什么这么低 低的对我没有难度 我们在这里考反应 眼铃手快 你还说让我 唯一一个机会 可以赢你就是这个游戏 救命 我最后我这样蹲下的时候 她的大腿也挺累 都说让你了 我让她 不知道有什么 我说让她 我真的让她 下一个游戏就不让你了 下一个游戏真的让你赢 下一个游戏应该是很累 我看你很有姿势 这个游戏一定是让你了 让你赢 当然了 这次真的不愿意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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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到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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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完全是很均匀 我已经震人了 我的机内力比较差 平行力逆差 看来我们这次一比一打球 你这么快就觉得要赢我 你很有信心 你会赢你 我都说了 她胜负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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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看我的脚也不做运动 她又跑步,又踢球,又打拳 有没有人交不了 这次怎么也要赢前辈一局吧 我挺有信心的 心津是否特别有信心呢 有没有做开的 心津非常有信心 每个星期都做两、三次 心津就如呼吸 你说我是否在赢 之后下来的游戏 我应该都会全输 说完 上这个擂台,你就别怯 怯,你就输一生 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了 还需要人命吗? 自己明白就可以了 来 来 依然前辈你运动麻麻 这条短的给你 长的等我来 来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快? 真的 我觉得这个 节目 多接的时候 都觉得奶奶的东西 一定有战胜这个环节 不行 够了吗 但是你完了 他是不是继续停了? 你完了 是不是 为什么? 不知道 为什么? 我满了姿势 是不是我赢了? 奇怪,幸运的赢了 果然是前辈 你是不是有让我? 跟快下风 你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让一下你也应该 你看你多轻松 好,我们下一步回来 而最终经过全部挑战 胜出者是小雅前辈 恭喜他可以得到 由节目组送出的礼品包 莊子一卷 很开心 做骑士真的不容易 轻轻来体验一下 就觉得很辛苦 就要向他们致敬 我真的不行了 我刚才扮演张家辉 玩过战绳 我现在的手 转了转转 转了一点点 我前辈 看你们要多点来练练一下 各位发迷 记得来 骑仔练习一试新手 好了 耶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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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